就在10月12号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 就是不承认前几天乌克兰东部的四个州 入俄公投的合法性 联合国仍然认为这几个地方的主权还是属于乌克兰的 不过联合国大会投票没有什么强迫的措施 也就是道义上的谴责而已 目前联合国的成员国一共有193个国家 其中143个国家投的是赞成票 包括了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国家 这些国家认为有关方面要立即无条件的撤出乌克兰的领土 并谴责有关方面在乌克兰进行所谓的公投是非法的 任何企图武力吞并这些乌克兰领土的行为 都是不符合国际法的 联合国大会主席科勒西表示 当看到被摧毁的城市和散落的尸体成为一种生活常态 那么我们就失去了人性 他呼吁外国军队尽快撤出乌克兰的领土 他说要不然会怎么样 我们的世界会变得没有共同的规则 没有和平也没有未来 那么在全世界193个国家里头 除了俄罗斯自己投反对票的只有四个国家 就是白俄罗斯 朝鲜 叙利亚 还有宁加拉瓜 那么在三月份的联合国大会上 投反对票支持俄罗斯的也是这几个国家 只不过三月份是非洲的小国 厄里特里亚投的反对票 这次他们投的是弃权票 然后换上了宁加拉瓜 这次投的是反对票 那么这几个国家都是明确表示支持俄罗斯的 他们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是正确的 他们认为乌克兰这四个州 这个入俄公投是合法的 应该给予承认 应该尊重这些地区人民的选择 那么还有35个国家投的是弃权票 包括有印度 古巴 刚果 亚美尼亚 玻利维亚 厄里特里亚 布隆迪 中非共和国 宏都拉斯 蒙古国 纳米比亚 巴基斯坦 苏丹 南苏丹 塔吉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金巴布韦 乌干达 阿尔及利亚 老沃 等等 那么这些国家呢 他们持的是中立的立场 不支持欧美国家 也不站队俄罗斯 但是呢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呢 有几个原来跟俄罗斯关系还不错的国家 或者呢 有一些跟西方不太对付的国家 这次呢 居然呢 他们没有投反对票 也没有投弃权票 而是投的赞成票 就是谴责有关方面 要求呢 有关方面呢 推出这个乌克兰领土 不承认入俄公投的合法性 那么这种国家呢 有这个阿尔巴尼亚 利比亚 安格拉 阿根廷 孟加拉 塞尔维亚 埃及 多美尼加 匈牙利 伊拉克 黑山 弥伯尔 索罗门群岛 索马里 等等 除此之外呢 还有几个国家呢 他们有点意思 他们就没来投票 其中呢 有土库曼斯坦 阿塞拜疆 伊朗 塞尔瓦多 赤道几内亚 委内瑞拉等等 但是呢 只有这个土库曼斯坦 和阿塞拜疆呢 是主动不来投票的 那其他国家 不来投票的原因呢 是因为他们常年 没有交联合国的会费 所以呢 被暂停投票资格了 俄罗斯 驻联合国代表 瓦西里说呢 这个联大的决议啊 已经被政治化 且具有公开的挑衅性 并且呢 还具有对抗性质 会破坏任何 有利于通过外交途径 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努力 他表示 这项决议呢 与维护国际法 和联合国宪章呢 毫无关系 他还说了 西方国家呢 希望通过该决议 实现自己的地缘政治目标 这个决议啊 充滞着西方所加强的 丑陋的双重标准 而美国驻联合国代表 却说了 无论你们的国家呀 是大国还是小国 是富裕还是贫穷 或者是古老 或者是年轻的国家 这些呢 都无关紧要 只要你们国家呢 是联合国的会员国 那么你们的国家呢 就拥有自己的边界 受到国际法的保护 其他任何国家呢 都不能通过武力 重新划分你们的边界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所有人 一起建立了这个联合国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必须在此时此地 来捍卫这个机构 好了 今天这个小节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 别忘了查人点赞 关注和转发 谢谢